今天的话咱们要挑战一个世纪性的难题 这个料子的话是前两天两位粉丝朋友拿下的 当时他们的话都是想搏一下冰洋料的界面 很明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面上好多地方 我们都已经给它擦出来了 当然这个料子的话还可以继续开窗继续实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脱沙的位置 这个肿的话随随便便也是一个落冰打底的 看到没有到处都是淡淡的底色 这边也是 背面的话它大面积全部都是险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险它不是磁险 搭针下去的话这个险它是有水头的 有水头就说明这个料子它是可以抛光的 但是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 这个料子到底要怎么样给它设计加工呢 下午的时候我们跟工匠师傅研究了好久 因为这个料子的裂的话是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说我们取的淡面的话 应该都是比较小颗粒一点的 如果说想保大取大一点的淡面的话 还是有一点难度 来我们可以看这一口和这一口的品质 如果说我们能取到一个15毫米的一个淡面的话 那么这个料子的本钱怎么到都可以卖回来 当然了这个料子的话它也不止一颗淡面 从我们面上能看到的地方的话 大大小小出100颗淡面以上绝对是可以的 到时候真的是一大堆 到底要怎么相欠还是一个难题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料子价值最大化 那么就有一个朋友大量的提议 说这个料子的色那么漂亮 我们可以把这一片的色全部给理出来 然后这一条色带子的话 看着又像一条龙 如果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大大的摆件 那么像这样一个阳绿的盘龙摆件 随随便便在市场价值也是七位数的吧 好了跟大家讲这么多 咱们还是要干的事情就是先把这个色全部理出来 继续开窗继续实战继续理它 这个色真的是太多了 这个米不得理到什么时候 算了 不开了 直接拿去一刀切了吧 上面的色太多了 我跟你们讲 一刀切才能体现这个料子的一个刺激感 走吧 阿嘉这个石头的话 我们先顺着这道大猎这里给它来一刀 这样切下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色差进去的有多深 好 先给它来一刀吧 阿嘉你要对准一点 这个料子稍微偏一点点就会被料子的 来 这个线我们已经划好了 大家记住这条线 记住这条裂 这里切下去 如果说这个色进去的量能超过10毫米的话 哇塞 你们自己想象一下 多恐怖 一心一想黄金万两 开切 切完料子已经切完了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料子的话切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做蛋面的那个色的厚度其实是够了的 但是这个显很明显 这个显的话它也是进去了 但是这个料子的话也不影响咱们做劲儿的 而且我们切的地方也是这个料子的一个大猎的地方 也是这个料子最差的一个地方 现在来看的话没有大涨 但是这个效果的话也是不错的 因为至少这个色的厚度我们已经薄出来了 就这么一片色一下来的话 这个蛋面我的天啊 这个素料你们自己去想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显的话 它是没有吃到色的 那么没有色的地方这个肿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挺好的 而且肉质是非常的细腻 这个料子虽然切成这个样子的话 垮肯定是没有垮的 但是至于能涨多少的话 咱们还要根据后续的一个球件 来定它的一个价值所在 好了 这个料子的话咱们就交给师傅吧 后续的话我会持续给大家更进的 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